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刷黑色 刷到打着30%的6级不就赚大了 不过今天还有一个任务 只有刷到的第一把独眼蛇 没有就一直刷系列 是猛男枪 这个可以啊 才74万 轻轻拿下 今天运气还不错 刷到一把好枪 不出意外的话 又是发家之父的一天 特意带了两个精神白板 要把肉发挥到极致 在这等一等 一般都能等到人 看 这不就来了 一个瓢仔 轻松拿下他 拿来吧你 搞定 起码掉了些子弹 对他不能要求太高 想着去商会看看 这里突然听到一声脚步 很细微 幸好我耳机给力 可能在上面 原来在这 大兄弟别藏了 都看见你了 他伤害还挺高 还想看看是啥枪呢 没给机会 可惜啊 这条信号枪全没了 看不见 但还好 现在感觉损失很大 嗯 附近已经没人了 Boss不打白不打 虽然一般都是紫的 不对 看他背后的枪 这Boss有点东西啊 好走位啊 他不行了 至少掉把钢铁真心AO剑 果然是粉的 枪是板上钉钉了 nice 真不错 真不错 爱好就是收集皮肤枪 虽然从未集齐过 没有信号枪 所以从地铁走吧 信号枪基本就有了 两个军备枪都没有 其实挺容易出的 真意外啊 商货也不卖 不管了 执行人计划 有人 这枪声绝没在图书馆 快点过去抓他 应该在下面 果然 这枪声近在耳边 看见了 轻松拿下 辐射局是我的了 这里好多东西 全是配件 正好玩游记还没配件 他捡到把啥枪啊 把改进M4都扔了 最好把枪掉出来 没了 就这点东西 不给力啊 图书馆还有一个军备枪 还有可能出金子枪 或者信号枪 我真是想多了 这枪声音器还是冲锋枪的 不想要 哼 对了 多来几根金条吧 这玩意就是万能的 这个辐射区可以说非常的穷了 两根金条三张蓝图 没了 不行啊 难得用一次好枪 得把收益最大化 你看 两个boss刷在一起了 复活点也就在旁边 这不打就太浪费了 哎 枪声 我不惊反省 还有意外收获 他在打boss 真不想打这个人机 奈何他自尊 念不可活 暴露就暴露吧 看见了 他已经是案板上的鱼肉了 两个boss 要点好东西不难吧 好多四级装备 背包没空间 先打了boss看看情况再说 追我到这儿来了 粉色 又一把精致枪 好啊 boss算是打对了 不然我都回家了 就算这个boss啥也没掉也值了 打他 死就死吧 这才是正常的 来都来了 还有两个文件柜 万一出了黑卡呢 黑卡 黑卡 哇 我去 真来了 厉害了 这下就很赚 蓝图赶紧成地方 就算金条也得成 只要那时没回家 多了一把精致大波罗 一张黑卡 很满意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